《有人力資源機構》上個月中訪問了520名本港僱署 結果發現最新淨就業指望指數是36% 有55%受訪僱署預期下季會增加人手 有12%會縮減人手 機構認為本港經濟逐漸復甦 主要行業包括建造業、資訊科技、銀行金融等都錄得雙位數 招聘二玉正面,而建造業在中行業中最樂觀 指數達到61% 亦是2010年第一季以來最高 按季上升41個百分點 由預計未來三年,每年需要額外1萬名人才 亦需要一些熟練和不同的技工 看回人財專項問題 人口老化、青黃不止於這些問題 亦一直持續 徐玉珊提到,移民潮交重個別行業的人財流失 包括工程技術、財務會計和資訊科技等 而他們具備的專業知識 較容易去其他國家工作 而有公司為了玩留人菜 會安排員工移民後,越洋遙他工作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我們下午後… features…… あぁ… 好… 我們下午大家週五 我們下午… 快些… 在今週五 大學 我們下午… 我們下午…